台湾间谍 下面我们盘点一下台湾著名十大间谍 L10许丽厅许丽厅 台湾人 1977年出生 是台湾军情局的间谍人员 通过色情金钱引诱大陆赴台游学生 获取大陆相关情报 在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开展 2018雷霆专项行动中 其间谍身份被识别 及时切断台湾间谍情报机关 针对祖国大陆不见的间谍情报网络 有力打击了台湾间谍情报机关嚣张企业 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利益 Number 9张玉仁张玉仁 台湾人 1954年生 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任务 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情报 造成重大危害 证据确凿 涉嫌犯间谍罪 触犯了法律 安徽省乌湖市国家安全机关正义法队 张宇人案件进行审理 Number 8张耿环 张耿环 台湾人 1949年生 张耿环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 可调查局间谍任务 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情报 造成重大危害 证据确凿 涉嫌犯件谍罪 触犯了法律 福建省厦门市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队张耿环案件进行审理 Number 7副红张副红长 台湾人 1956年生 据其交代 他早已1989年到大陆经上 因资金中转困难 为寻求帮助 经其在台湾警署工作的同学王庆生介绍 与一个罗姓的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相识 罗发展 副参加军情局 每月薪资4万元新台币 任务主要是搜集广东 江西等的部队调访情况 副按罗的要求多次向台湾军情局上报情报 先后领取间谍经费数十万元新台币 Number 6 王长永 王长永 台湾人 1956年生 王长永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任务 潜入祖国大陆搜集军事情报 造成重大危害 证据确凿 涉嫌犯间谍罪 触犯了法律 福建省宁德市依法对王长永案件进行审理积压 Number 5 李享龙 李享龙 南 1969年生 李享龙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间谍任务 潜入祖国大陆搜集军事情报 造成重大危害 证据确凿 涉嫌犯间谍罪 触犯了法律 已于2004年1月15日被正式逮捕 积压于上海市国家安全机关看守所 Number 4 同太平同太平台湾人1966年生 台湾间谍同太平很早就以台商的身份进入大陆 并娶了桂林杨硕的一个姑娘 不过一直跟着她的却是一名姓张的情妇 鉴于同太平接受台湾军事情报局任务 潜入大陆搜集军事情报 造成重大危害 证据确凿 涉嫌犯间谍罪 触犯了法律 广东省广州市国家安全机关 已把对同居留审查积压 Number 3 沃维汉沃维汉 达沃尔族 出生在黑龙江奇奇哈尔市 毕业于哈尔滨大学医学系 曾旅 居奥弟弟 2005年在北京被捕 罪行是在1989年到2003年间 将中国军事情报主导弹计划复印件等 提供给国民党外围组织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并收受约1220万元台币报酬 2008年11月 在北京复发 Number 2 刘广志 刘广志 山东招远人研究生 毕业于西北大学 1964年8月入伍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历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因向台湾出售情报 2004年被逮捕 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 以判国罪判处死刑 注射要务处决 Number 1 刘连坤刘连坤 案发前卫解放军总后 勤部军械部部长 少将军衔 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时已退休 但成为台谍后即被封为国民党军队少将 至1999年董窗事发被判处死刑 刘连坤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份达七年之久 刘连坤七年间向台湾提供大量重要情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